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 《寻找BNO早家移民的故事》节目系列 今次由我许刘山和我们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再加上《沙拉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这些所谓的移民潮下 怎会每个人去到BNO早家英国呼吸了自由空气 每个人都像陈方安生四万这样的口 一定会有这些悲剧 一定会有的 不过如果去到这一宗 抛妻弃子女 我认为她太过分了 她的太太和小孩子 还有三个人 抛下了英国之后 她的太太最后反问了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的心思 这些简直是移民的悲剧 而且她不太明白 为什么她老公这么想 我们待会从一个男性的角度 去分析一下为什么她老公 最后会有这样的做法 或者为什么她老婆看不通 为什么她老公会变成这样 因为她问了一个问题 她自己也有为全家移民来英国做这个决定 现在回来 好像认为是我 亏欠了她 这一句我都觉得值得深思 不如这样吧 我们说一说 她整件事是怎么样 一家五口去到英国 好啊 怎样啊她的地 她说这个老公正一是西人来的 当然她不是说她老公的样子 不是洋人的西人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西口西面西人的那种 那种 一家去到英国之后 就说这个西人老公 就变成了一个做软饭西人 西人也不够 还要吃软饭 那她算不算叫做吃软饭呢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她说她在香港吃饭的时候 就是一家大社出去吃饭的 都会付钱的 她说到了英国之后 就完全不肯出任何的钱 这样啊 不肯出任何的钱 那怎么吃饭呢 是AA制的 但是还有个小朋友 小朋友怎么样 谁给小朋友 每人给一个 可能有三个小朋友 这件事 那这件事 那怎么计算呢 除了一半 可能就是老婆银袋 要给她那份 所以她说就叫软饭西人 你不出钱的话 还要我给你那份 那没计算了 难道你又不给我 我又不给报警吗 对不对 那她说她呢 有上班都不会给家用 一直觉得自己来到英国吃软饭 是理所当然 还有天经地义 为什么你会这样的 来到英国 不是供一份 妇一份 一起呢 就 洗的吗 为什么 要这样的 就觉得 为什么要自己拿了钱 不拿钱出来 就很奇怪了 为什么她收起给自己用呢 还要吃家的 吃了她那份 说不定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去英国的话 BNO 组家 就要她们基本上 有半年的生活费的证明 因此很明显就是 她们应该有少少的脑底 可能移动脑底都不顶着 接着又更离奇 就说她自己一个人 就买了机票 静悄悄回了香港 这么有趣 就是这样了 就是突然有一天 老婆 我稍后回香港 你跟我看着那些小孩 接着又走了 是不是这样 是更离谱过这样 什么 病消失了 喂 老婆 我在香港 这样吗 通知也没有通知声音 原来她是 就是自己 后来才知道 说她留下了 老婆子女 不管了 还要一个先 都没有放下 临走还说她吃完饭 把桌子都不管了 可能自己在订披萨 或者自己喝汽水 吃杯面 搞到整桌子都太骚髒了 整桌都是 刀叉 哎呀 还说她 垃圾又不扔了 还要那些 骚髒衣服都留下了 底座也要留下了 让你帮她洗还是不洗 帮她洗呀 哈哈哈 你怎么这么臭 怕她的底座 可能是这样的 这样的走法也有 她完全是 对于这些老婆子女 她简直好像麦露人一样 她当了这些餐厅 吃完 拍拍屁股就跑去那一只 跑去 哦 这样啊 看来也挺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她这么冷言冷言 甚至乎 好像 各不相干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腹轮 就是我做我的 你有你的 直接连钱也不允许 钱也不允许 可能她有觉得 那个老弟 带来的钱 我有份的 吃完 无所谓 吃完 没问题 可能也是来到英国 找不到钱 没钱剩 就觉得 那个生活水平 跟以前在香港 跌得太厉害了 差太远了 所以导致她 以前也叫做 导致老婆吃饭 会做回一个正常的男人 应该会做开的东西 去到英国 但是就 变得又赚不到钱 心里 可能觉得自己很慕容 很自卑 在一个这么自卑的心理下 人也变得很反叛 对老婆也反叛 对家庭也反叛 对自己也很反叛 吃完这些东西 都丢在那里 根本是连自己也好像照顾不到自己的这种 发展性 好像很不满 很不满 也没有问过这三个还在读小学的小朋友 究竟在英国怎样 有没有问题 还是怎样的 回到香港 完全对于他们三个小孩 加上他这个太太 是不闻不闻的 他太太就说自己 原来他患有抑郁 和长期病患 甚至乎 这个老公的老公 这个西人老公 竟然也没有想起 他们在英国 会有什么问题 会有什么严重后果 如果这样的话 老实说 你也知道你太太是有抑郁 有长期病患 如果你这样移动 三个小孩还在读小学 你把他们扔下来到英国 我想他们的问题是挺大的 你想想 工作压力也有 再加上 还要照顾三个小孩 他们上学 洗衣服 每天都三套校服 都要做三杯牛奶 三个面包 才可以扔他们 才可以扔他们上学 也不容易的 是的 也不容易的 也很大问题 就算你等他们三个都会送上学 然后你上班 又好还是怎样都好 又抑郁 又长期病患 我不知道他病成怎样 做些什么 轻轻一点 做些芝士 那些行不行呢 你想想 可能抑郁病 会更加严重的 我肯定自己的伴侣是 变成这样的 我可能 他先生 都可能有些抑郁 不然不会变得这么反常 也有可能也不一定 我估计而已 但是 他太太 一个人 看来 还能维持到三个小孩的生存 相信都是 较为正常的 虽然有抑郁 还有长期病患 但仍然维持到要继续上班 又要继续照顾三个小孩 也挺厉害的 也挺辛苦的 其实 再加上 未来就越来越冷 你想想 哇 真的冷到惹了一点 门就不断吹风进来 是啊 然后能源费又贵 门边又结冰 这些那样 那三个小孩 送他们上学 真的冷到什么 究竟是值不值得呢 究竟会变成怎样呢 人们在这么多的疑问下 要这样撑住的话 没有抑郁 假设像我们那样 神高神大 还是怎样呢 没有抑郁都变成有抑郁了 是吧 我不知道是什么长期病患 待会是不舒服 咳嗽两声 还是怎样的 又是难搞的 他也说了一点 就说之前还经常 对他们 恶言恶语 发脾气 言语暴力 这些都是抑郁的其中一种 带来的反应等等 也有可能 这个老公 会变成这样 刚才我一开始提到 他说 你也说OK的 你也说好的 移民 现在觉得好像 我欠了你 没有搞错 其实有时候有些男人 他们的自尊心和尊严 可能真的去到某一个位置 他们自己也接受不了 自己来到英国之后 变成这样 是呀 钱也找不到之余 做不回自己想做的事 觉得自己的财能 没有地方给他发挥 再加上 老婆经常问 要给家用 要拿钱 另外 还有三个子女 他那个洗肺开支也非常之大 可能是因为这种种的原因 积压在一起 搭加在一起 导致他 这位先生 心理状况非常之差 做的事也比以前 很不一样 可以说得相反一样 完全是半约两人 在香港的时候 这样就很不健康了 对整个家庭来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怎样能够维持呢 其实我认为是维持不了的 要拆除了 走到这样 是吧 还是大家两个 是不是应该要求助呢 例如婚姻辅导之旅 甚至乎 看看心理医生会好些呢 这是我的看法而已 我觉得应该要是这样 最惨的就是未看 老公已经冲了回去 这些家庭 要找心理医生看 他们要坐下 双方面 小孩子可能不用出来 要大家面对面去谈 有什么问题等等才可以的 还有可能老公的自尊心就是觉得 自己这个移民的决定 是不是错的呢 假如当有些人 大男人 他们发觉自己 可能这个决定是错的 不肯承认错误的时候 就把这个错误 推在别人身上 如果他越对你恶言恶语 就是对你这么恶 对你这么盛 可能其实他只不过宣洩 想告诉自己 这个移民决定 最坏都是你 我都是听你说的 我才来的 我答应你 都是 顺理意的 其实我都不是很想的 可能想做出一个这样的心态 来说服自己 告诉自己 不关我事的 不关我事的 现在这么惨 现在这样的情况 不是我想的 都是那个老婆 那你越骂他的话 你越对他恶言恶语的话 你就越给到你自己的潜意识 觉得这个错不是我的错 就是我现在骂的这个老婆的错 你自己都接受不了自己 这个移民的决定 是有问题的 当然他还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找不到吃 或者是 找不到钱 或者是甚至乎 很多其他不如意的东西 或者可能他本身是做专业人士 去到英国又做不回 就是做了厂 就是做这些 以为最低工资 很轻松的 原来被人骗到一只狗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他们是否只接受不了自己 变成这样 还有 有些人可能去到移民的话 你们个个都说到 超市的东西很便宜 哪里有得 那不便宜 很开心 但是你记住 你玩就好像好玩了 但是你住两次 要面对这些现实的问题的时候 当他自己不能够面对自己的失败和错误的时候 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的了 就是把责任转嫁给另一些人 其实是最容易的 对一个人来说 要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把问题视为其他人所造成的 那自己就不用理会了 这是一种 也颇为方便的一种方法 但是呢 其实就是把问题再扩大出去 令到其他人都感受到问题 还有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之余 是会令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的 那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老婆为何还要死女儿 在英国为何不带上三个弟弟和自己 一炮过回来香港 看看有没有机会挽回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三个小孩跟没有了个老婆 没有分别而已 没有了个老婆 只有一件事 第二就是 你单亲妈妈一个人 带三个小孩 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面 那个难度多大 就算你要一个带三个 你回香港带好过吧 起码香港我相信也有 一些亲戚 甚至乎家人 其他人 可能一直是亲属 可以帮忙看看 你在英国找什么 找谁 郑文杰有儿子吗 不同 记住 你千万不要生病啊 你生病了 你怎么照顾 你照顾不了 你生病了 传染给他们 那几个雷斗雷 根本是不行的 真是很惨 你又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在英国帮忙 你这样也够胆的 真的不得不写个伏字 还问 为什么 我当天一起想这个决定 不过这个妈妈搞笑 死女儿也不肯回来 你又抑鬱又整个 我也不知道你会否看医生 最担心就是这些人 万一大吉利是 有一天 他的抑鬱 严重到有一个点 可能再加上跟他的老公 有什么炒鸽 或者有什么 捉警商情等等的事 可能会勾起了他的抑鬱情绪 爆发的时候 这就大件事了 其实那三个小孩 相当危险的 有一些 这些妈妈或者爸爸 什么都好 有抑鬱的那些 他们有时一个不小心 想不开的话 那真的一家就一祸熟了 一祸熟就惨了 太可怕了 有时见过这些 是很可怕的 我还记得 上当年李安纳道的 有一部电影 叫《不卸岛》 那时候他那个太太 就有类似的精神病 而把那些小朋友 在那个屋里 就一次过搞定了 那他回来都觉得很震惊 但是他太太觉得没什么 因为他太太有这些 精神病和抑鬱症 当然你说电影会不会夸张了 一定会有 不过事实在社会来说 这些悲剧 有时就是在我们 一个不为意的情况下 会产生的 那他可能不明白 为什么他老公 是为什么要回到香港 或者他也不想再面对 英国这种生活 你说他当时有份答应 当时有份欠了他 那他觉得的欠 你也感受到 他告诉你那种欠 如果他觉得移民 是令你觉得欠了他 那你就让他回香港重新再来 同意 既然那个先生也没有了那份感情 自己就回了香港 那倒不如这位太太 撇脱一点 撇脱一点 处理完他 还有没有理由在英国继续这样磨 根本是怎么生存 大佬 你这么搞 三个小孩 那个开支挺大 这个老公其实也挺懦夫的 是很废的 你自己不够面对承认自己的失败 或者移民的决定是有错 就算你想当年 或者当初是听老婆所说的 要来英国 但是如果真的发现有问题的话 你是一家之主的话 你一定要背起这个责任 一定要背起的 没错 你想想想怎样回流回香港也好 或者可能在这里捱一年 住一年 那些小孩的学期配合得回 就当留班在香港再读一年 还是怎样呢 你一定要计划好 就算你自己 如何怨自己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都不能用三个小孩的前途来教育 现在不是你 我觉得是 没错 当看不到回香港 一旦就关人隐事 那就算了 那不可以的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不可以这样的 不过也很可憐 惨就主要是一个先生这样 但是我也是有点少许的同情 对这位先生 因为有时一个人变得这么反常 是有些原因 但是原因是哪样呢 我就高度怀疑 是他这位先生的心理状况 不是很正常 不是很健康 才导致这样 因为每个人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出现一个很巨大的转变 是很多可能的 是什么事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的 因为移民不是一个 这么疑稀的事来的 现在就是很多人觉得很疑稀 尤其是有些移民广告 移民众界 但是每个商人说要移民有多好多好 他们确实说得最好的 但是 当你亲身去到一个新的环境 完全陌生的地方 底下 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年纪越大的人 那个冲击 那个感受就越大了 因为我小时候留学 对我来说没有冲击 还觉得很好玩 但是对一个有家人 有家室的 整个家庭来说 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因此这些决定 并非说人去我就去 看到谁去 谁去 去到很开心 小孩子好像聪明了 很厉害 和洋人一起回去看英文书 不要给太多这些 想象得太好 当你去到的时候 即是一出现了这些落差 你一个接受不了的话 竟然人可以变成这样 变得失败也不管了 而这样回到香港 所以 这些移民潮的东西 又或者 所谓英国这个门栏 好像很低 其实 那个陷阱处处 那个风险 令到有一些人 本身心理质素和金钱上 都是不达标的 都会跑掉 过去之后 就盛情大变 现在挺惨的 你想着 可能他本来 觉得会给到家 或者自己 都是一个新的生活 又是什么 轻松一点 又是什么 慢活 又是什么 很光荣的时候 不如就回到香港 也都性情大变 想那个责任 把他推给另一个人 这个我真的觉得 很不应该 做回一个男人 就算你多后悔这个决定 多怪责老婆 这个决定 总之当时 你 说了 或者你 或者觉得 支持他这个决定的话 你陪他一起去移民 到最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都应该 要帮他收拾这个难贪子 当然应该的 是的 很惨 所以看到这件事 最惨的 其实那三个小孩 以为自己很开心 还是怎样 但其实 爸爸在哪里 三个小孩 就是变了磨心 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无端端 老爸老母 是变成这样的 以为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感到更加之开心 一日小孩去新的地方 自然是开心的 但是小估不到 老爸自己撩了去 妈妈还有抑鬱症 怎么办 这样 可能妈妈半夜在哭 在煲烟 会不会这样 这个我们不知道 有可能的 唉 为何要害到这些小孩呢 是 这些疑问悲歌来的 真的好悲 自己没那么大个头 就硬带那么大帽 事前又不做足功课 又不做足功夫 对不对 因为你移民是很大劲的 不是说就这样 搭个行李行那种那么轻松的 太多太多事情要考虑 还有那适应 很多人真的不以为 很容易就能试验得到 不是的 是的 有些人说 我平时都喜欢吃西餐的 生活都很Western的 我受不了的 很多这些人 喜欢看西片的 还是怎样的 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好吧 我们今集就先说到这里了 祝他们一家平安日后就有好消息 怎样都好三个小孩才是最重要的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